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由八字手向面向风水发门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凤眼纹 凤眼纹其实就是在大拇指的最上面这个指节 出一件这种圈形的跟眼睛一样的纹 我们放大看一下 看见没有 这就是标准的凤眼纹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凤眼纹 代表它早孕是非常不错的 出身家庭条件非常好 长辈助力比较多 年纪轻轻的就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学业也是非常的顺畅 对于你孩子来讲 凤眼纹也是一种望夫的特点 能够带动丈夫的财运和事业的运势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少提见的 很少提见的这个叫龙眼纹 凤眼纹龙眼纹 龙眼纹就是在第一和第二指节之间 出现这种圈形的纹路 那么这个凤眼和龙眼 这个阴阳配合是相互帮助 这个贵人是非常多 无论是哪个领域里面 都容易在遇到一些贵人 能够出人头地 如果是掌内的主线纹路配合的好 一生是多富贵 那么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比较少见的这个纹路呢 就是这个锦铝字纹 通常呢是有两个印纹相互挨着 形成这种在十指迅功下方出现这种纹路 那么这个代表有官运 有巨富的潜质 中指下方呢 甚至可以官制处级 适合搞政治 城府很深 无名指下方呢 是家道非常地好 这个生活条件 从小条件非常不错 是有福之人 好了 有关吕滋文 凤眼文 龙眼文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请关注我们下期 再见